横扫三十个国际影展 台湾动画之光小儿子 心里刻画家庭情感 用台湾文化说土地上的故事 让韩国最大娱乐集团 也抢着播映 那儿子是爸爸上辈子的什么人啊 台湾史上第一次登上 沃尔玛音乐节 大五山脚下的排湾族新世代 唱出鼓谣声秘笠 花光百万积蓄 只为做出最美味的果酱 宜兰金草搭配台中黄柠檬 它让台湾水果的滋味 有多十几冠军 礼拜天中午一点 台湾亮起来 带您看台湾梦工厂